一虎开着宝马在武道行驶着 在路上武道说他记忆可能会有点模糊 东万为什么变成这样 一虎告诉武道是因为Mighty造成的 武道很震惊 Mighty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东万堕落是因为Mighty变了 但武道不相信 他认识的Mighty不是这样的人 一定是嬉笑从中牵线造成的 一虎还告诉武道他被嬉笑抓时 阿帕和阿胚也被做掉了 而下命令的肯定是Mighty 三虎也在几个月前下落不明 Mighty开始清理东万老成员 他已经不相信同伴了 那家伙现在不是什么不良 而是饥饿Mighty 一虎也是改变他的其中一人 如果想让Mighty变回正常 那就必须先处理掉 嬉笑的暴力黑龙的财力这两个毒瘤 否则Mighty是不会恢复正常的 一虎请求武道帮他 因为他要救Mighty Mighty的左腕是原黑龙组 东万成立之前 一虎曾跟他们有过冲突 他们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一虎通过一些门路 找到了他们隐藏的账户 准备切断他们资金流 而对付又万的是千东 嬉笑杀死千东 是因为千东把他逼入困境 一天一个自称 是被嬉笑杀死了姐姐的警察找上他们 武道一猜 此人正是职人 于是千东和职人合作调查 嬉笑指使阿敦杀日向这件事 嬉笑有不在场证明 那天他和武道正在开干部会议 武道惊讶现代的日向死之前 武道居然不在场 但是千东找到了 嬉笑下命令的证据 而一虎不明白明明差一点 就能将死嬉笑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千东最后还是藏着那份证据 一胡把武道载到一条小巷里面 说有个人想要见他 正当武道好奇是谁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了此人正是职人 职人跟武道打招呼后 直接叫出了隐蔽在角落的其他警察 将武道逮捕 很遗憾武道君 武道不明白 职人为什么逮捕 他是被判了